完全想死的那种感觉 有时候就在想自己活着 还有什么没有天天被老师要骂 视频中我们听到的是 陕西一所高校老师 在课堂上公开辱骂学生的录音 从6月14号到7月5号 停停断断续续 一共录下了100多条录音 总时长超过了20个小时 班主任在课堂上公然频繁地辱骂学生 甚至还诱导着全班学生 一起对婷婷进行人格侮辱 眼前这个小女孩名叫婷婷 今年13岁 目前就读于陕西省商洛市一所学校 就读初中一年级 婷婷告诉记者 这些侮辱性的语句 她已经承受了近半年的时间 而让人更难以置信的是 这些不堪入耳的字眼 竟然是出自婷婷的班主任 而且还是被失去评优的班主任 从早上成都一直到班自习 然后就是只要有她的课 基本上都在骂我 要是一些课 少的话六七次 多的话就七八四八九次那样子 停停胆怯地告诉记者 自从本学期初转入这个班级 班主任王老师就经常嫌自己成绩不好 拖了他们班的后腿 所以时不时就对她进行辱骂 而原本性格开朗 爱交朋友的她 在这里没有一个朋友 因为老师不许 要一接触了 老师背后就在那骂他们 说是不能跟我在一起 说是要是跟到二伙一块 你们也会被传染成二伙 原来只要停停一交到新朋友 或者和哪个同学说话多一点 老师就会站出来阻拦 甚至还责怪对方说 谁要是和停停玩 谁也会变成二伙 就这样停停在学校越来越受排挤 也变得越来越不敢反抗 一天早上停停鼓足勇气 把这事告诉了家人 并说自己不想去上学 可那时家人并不相信 反而还责怪停停为不想上学 瞎找借口 就这样停停又忍受了 半学期的语言羞辱 实在说不了 哭着跟大家说是 要你们不相信 我可以跟你录音会 只要你们听完录音 你们才相信 眼看着家里人不相信自己 无奈之下 停停只能被迫录音还原真相 希望父母能够帮她早日逃离 这个让她整晚都会噩梦的地方 这个男孩子 给我想着这个 你把她洗一洗都要说 你怎么看你爹 你不连你都不得了 你都走过来死了 你这闹子是说的 他这么多 你这人是黑面 谁不是 你这人就是他就在这里 你相当于四人就就是这里 我去看谁接 谁接 从六月 十四号到七月五号 婷婷断断续续 一共录下了一百多条录音 总时长超过了二十个小时 班主任在课堂上 公然频繁地辱骂学生 甚至还诱导着全班学生 一起对婷婷进行人格侮辱 面对这样的情况 孩子的如此遭遇 家人和记者听后都痛心不已 听听说现在这个学校就像个地狱一样把他困住 如今他一分一秒都不想待在那里 只想早点离开这个魔鬼般的地方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 能让一位教师 平平对一名十三岁女学生口出恶语 讥讽谎骂 随后记者电话联系上了婷婷的班主任 王老师询问情况 当记者问到是否向婷婷进行语言攻击时 对方并不认同辱骂一说 王老师表示自己是个非常有素质的人 况且他也不觉得自己的教育方式存在任何问题 那么既然如此 学校对待此事又会是怎样的态度 随后记者再次采访了政教处的其他几位老师 孩子不能上学 那孩子是在家长的不能正确认识学校教育的情况下 初次孩子和老师去搞对抗这也是一种教育的悲哀 说老师他教育的时候他生气了 就是把学生说两句 我觉得这无为过 为什么呢 因为爱孩子 他爱孩子像爱自己的孩子那样 您到现在还不知道那位老师说了什么 知道 您都难以启齿 也就是说用词不当 所谓爱之深则之切 政教处的几位老师表示 王老师说几句孩子的行为并未过 因为那都是爱学生的表现 反而是孩子的家长不懂事 不能正确认识学校的教育情况 还促使孩子和学校搞对抗 听到几位校领导老师如此偏袒的言论 记者惊讶不已 原以为是他们不明情况 正当记者准备提供录音内容时 对方却表示昨天已经听过了 节目报道后 婷婷的遭遇引起了各方关注 网友们各书几件 愤慨发声 学校和老师应该向学生盗窃 并对该名教师做出严肃处理 教书育人可以批评 但不能侮辱 师德在哪里 怕是一味要成绩不要差生吧 老师这种行为 只会让成绩差的学生更加厌学 更加自卑更加胆小懦弱 用这种侮辱人格的方法 来摧毁一个孩子的自信心 自尊心 道德何在 这种言语估计比体罚更厉害 甚至会毁了这个孩子 我也是老师 人的成才是多方面的 不能单凭成绩就骂骂学生 侮辱人格 这样的老师居然是趋优秀教师 校领导居然袒护老师 太不应该了 很多人表示 作为老师 教书育人可以批评 但不能侮辱 况且老师的这种行为 不但不能帮助孩子 反而只会让学习成绩差的孩子 更加厌学 更有许多网友犀利指出 现在学生的成绩 直接和老师的薪资挂钩 所以他们才会如此急切 如今事情已经过去了好几天 但学校的教师光荣榜上 婷婷的班主任王老师 依然赫然在列 各种优秀的头衔 让人很难将她和那个录音中 对婷婷恶语相向的王老师 联系在一起 而另一边 学校的校领导一再表示 老师的一切行为 都是出于爱学生 显然这样的爱婷婷承受不起 我真的想离开那个 魔鬼般的地方 真的像个地狱 把我困着 完全不想待到那个地方 一分钟一秒 这地方真的是想摆脱那个地方 目前婷婷的家人 已经决定帮孩子转学 但王老师对婷婷的所作所为 却不能就此结束 今天记者再次联系了婷婷的家人 对方表示事情 仍在协商解决当中 因为他们也在处理这个事情 当事人也在这个 给婷婷道歉 如今不只是婷婷的家人 关注婷婷遭遇的网友们 也在等待学校和教育局的处理结果 希望早日还婷婷一个公道 让这位王老师为自己的所作所为 付出应有的代价 更盼望婷婷能够尽快恢复往日的欢乐 开启全新的学习生活 毋庸置疑 生活中好的老师还是占据着大多数 但不难发现的是个别有失德型的老师 也足以给一批又一批学生 带来深远而难以磨灭的负面影响 希望不管是学校还是老师 都能以此为节 让今天的悲剧再次发生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大家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